2月13日晚,刚刚发行了新专辑的谭维维亮相今日美术馆 为大型公益艺术项目《今日我们拥抱1314》站台助阵 伴随着新专辑主打歌《拥抱伦敦版》的首唱 谭维维光着脚毫无防备地走向每一位陌生人 挨个深情拥抱 而为了契合明天情人节的主题 她与大家拥抱的时间控制在13分14秒 寓意一身一世 其实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挺冷漠的 有的时候 所以说有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而且必须来做这个尝试和引导 因为我们太吝啬我们的爱语了 其实拥抱很简单 不用你说话 就是感受彼此心跳 就像我刚刚在拥抱的过程当中 不是我特别去设计要去流泪 就是抱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 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给你力量 所以说在当下我觉得我们的环境又不是特别的好 空气也不是很好 然后各方面都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另一次拥抱了 就是包括我们可以拥抱摄像 拥抱镜头 我的意思拥抱镜头 就不用那么冷漠 虽然谭维维的事业一直稳步向前 但他的感情经历却不太顺利 而歌曲拥抱 就是他从自身一段不太温暖的情感经历中 得到灵感创作而成 只在让人们放弃内心的防备 用真实情感去拥抱身边的每一个人 而自去年结束和张伯长达五年的恋情后 谭维维便一直单身至今 他将如何度过今年的情人节和元宵节 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马上到情人节了吗 然后怎么打算过 何必问这个尴尬的问题 真的是 就没有就一个人过吧 那情人节又是元宵节又是情人节 然后你本身来说更喜欢过哪个情人 我 我说实话 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 大年三十更具备有中国人的那种喜庆的氛围吧 情人节其实我以前也过的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会被那种浪漫所包围 两个节在一起 今年只能过元宵节了